长毛科技为什么不能繁殖 其实绝大部分的科技都是短毛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偶尔建议会有一些长毛的科技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异类 它是一个繁足的现象 当然在一个就是美学上面来说呢 在这个定义为诗格 也就是它不符合一个科技正常的一个 品格或者体质或者外貌特征啊 这些它属于一个诗格的状态 在于选美或者是打比赛这个上面 是肯定没有办法去进行的 但是呢在我们平常的饲养上来说呢 如果作为一个个体而言 并不足以就是造成啊 它是长毛科技不行了 我们不能养了 或者是它不能生存了 不足以 它其实就跟正常科技没什么两样 就是毛长一点 但是是否是适合作为一个就是繁殖的 这个这点上面有待去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繁足这个问题啊 它往往会带一些隐性的一些遗传病 反而你如果在长毛科技上面 大量的去做繁殖之后 有可能会使得后代 去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基因缺陷啊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先天性的 发育不足等等的 所以长毛科技到现在目前为止呢 它是时隔的一个状态 不建议大量的去进行繁殖饲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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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大家